台灣當局就中天新聞台續牌舉行聽證會 為期一日的聽證會早上展開 出席的包括中天母公司汪汪集團主席蔡顯明 台灣的通訊傳播委員會說 中天新聞台續牌關乎台灣的安全、聽眾權益和新聞專業 中天新聞台的六年牌照12月中到期 今次是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一次就媒體續牌舉行聽證會 中天新聞台在台灣被指立場傾向大陸 過去六年一共23次違規 兩次受到警告處分 被罰超過1000萬新台幣 是全台灣新聞台中最多 中天代表說大部分罰款和政治有關 亦有部分案件未確定 如果因此斷定中天的報道有問題 是不合理